今天我们制作一道酒店最近比较火的 泡椒蒸鲁鱼 它的关键在于泡椒的调制 你学会了以后可以做很多种鱼类 我们这一步教大家如何处理鲁鱼 稍好洗净的鲁鱼把头尾切下来 再取下两侧的滑水 头部把它保留完整 等一下我们要一个完整的造型 鱼肉的部分从中间破开 再把它切成一致键 淡水炉的鱼翅相对是比较少的 可以适合宝宝使用 再准备一根茄子把它削皮 切成长条 等一下我们用它来垫底吸收泡椒的味道 切好以后我们这一步把茄子进行一个过水 下入适量的盐、糖、油 水开下入茄子 再次把它煮开以后就可以捞出控粮 茄子挫水的目的是让它和鱼 等一下有个均匀的手头 准备一瓶泡椒 轻轻地过一下水 去除表面上的盐分 泡椒的表面自带很重的盐分 如果不清洗的话 等一下制作的时候会很咸 过好水以后 大力地挤干里面的水分 这一步很关键 如果水分太多 我们在这一步调制的时候 蒸出来的味道就不够浓香 泡椒在调制的时候 下入一些姜、蒜、豆豉 基本的调味适量的糖、料酒 胡椒粉要稍微多一些 再给上适量的酱油和香醋 一小勺的淀粉包裹出所有的调味料 把它搅拌均匀以后 下入适量的红油 红油的分量没过泡椒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再次处理鲁鱼 准备一条干净的毛巾或者厨房吸水纸 把鱼表面上的水分尽可能的吸干 鱼表面越干可以更好地吸收泡椒的酱汁 现在把它进行一个腌制 先倒一小部分的泡椒 抓拌均匀以后摆上茄子 再铺到茄子的表面上 完全摆好造型以后 就可以铺上我们剩余的泡椒 蒸锅上去以后 大火蒸它八分钟左右 蒸菜的口诀是火大气足水多 出锅的时候再撒上葱花 想它更香的话再淋上一些花生油 泡椒酱的关键一定要下少许的香醋 本期视频道也结束 喜欢的帮忙点赞收藏转发 谢谢大家观看 其实你看这盆鱼 看似很多辣椒 其实这种泡椒的辣度一点都不辣 下饭超级的一流 这个味道一绝了